Check in 我带你们来的是酒店 但不是带你们来入住的 走 带你们去看一看 看什么 进去就知道 哇 酒店当中的房中房 这里拍照很漂亮 因为在这里有各种设计元素 我带你们来的就是这里 红色的logo 看到了没 走吧 带大家刚才穿过了酒吧的室内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室外的部分 这里真的是天气好的时候来 真的太美了 这里有一个人工沙滩 这个人工沙滩旁边呢 就是一个无边的泳池 而在泳池的后面就是东海岸 很舒服的一个咖啡店 有机会一定要来哦 一道道光带如同一个时空隧道 带我们走进了一个奇幻的空间 眩红的主色调在门外蓝色天空的加持下 显得格外的不真实 红酱果芝士蛋糕 布朗尼 柚子黑咖啡 橘子美食 这里的一切都搭配得刚刚好 这里呢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新现代设计的一个咖啡厅 除了咖啡以外 这里还会有各种的美式的调节 它的咖啡呢就限定了有三十款式 是比较特别的 像我们点了有一个黑咖啡 然后还有一个橘子咖啡 一会看一看 尝一尝它的味道怎么样 这个八海红色为主 然后整个室内的全部都是这种线条和红色 来做的一个基调 拍照真的是太棒了 所以下回来这里的时候 一定要多拍照哦 这个酒吧头在的位置呢 它是依托了这个photo酒店 photo酒店的特色是什么 你看后面那个窗子里面 每一个都会在房间里面 放一个方格子的这种小熊 就是他们的一个logo标志物了 所以住这个酒店的朋友呢 也可以在这里拍这种靠窗的海景大片 或者呢就来到这边 享受一下整个海景酒吧的一种 另类风情 photo酒店的基调就是黑白 包括了小熊 包括了它的整个座椅 也包括了身后的泳池 甚至于包括了后面的浮桥 它都使用的是黑白色 可见设计师的用心之处 我们的咖啡来喽 看这个卖像是真的不错的 就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 欢迎来到普吉岛 这是为您准备的美味咖啡 希望你在普吉岛 你能喜欢上这一份热情 普吉岛不缺乏这种小众的咖啡店 而且你说它咖啡店吧 它还会有很多的美酒 你说它是酒吧吧 但是它白天也开 所以呢这种怎么来界定呢 那索性就叫它好玩的地方吧 来到这种地方 有泳池的你可以下水玩一玩水 或者是在海边吹吹海风 然后听听耳边的歌 和三五好友聊聊天 或者是和自己的爱人在这里拍拍照 这才是来普吉岛的真正礼物 这就是普吉岛的夏天 这就是普吉岛的午后 这就是普吉岛美好的时光 下回如果来到普吉岛 你喜欢这里来这里打卡吧 我是牛仔哭 我在普吉岛 我们下回接着再去打卡其他好地方 拜拜